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0日 星期五 也是2022年 最後一次 和大家拍片 先說一下市場 今天市場 其實都 很麻煩 拉鞋未必有重 好像星期三 在早段時間 曾經衝過去 兩萬年以上 但是成交量 今天還是相對比較少 大家都明白 因為始終是假期因素 而且在美試的時間 或者是下午的時候 其實市場的波幅 也很窄 維持二、三十點上落 收勞還不是很重 但是 大家最關注的是 究竟市場 還有沒有力量可以再上 因為某程度上 你可以說市場 好像這一回合的時間 衝擊上去都好像 站不穩在兩萬點之上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和昨天的說法差不多 可能因為星期三的時間 突然突破 我已經覺得 是否市場 好像又可以回到 我想對市場的寄望 其實是大了 就是因為星期三和今天 衝上去的那一刻 令大家覺得市場 好像真的不差 那個衝擊大了很多 所以大家 可能會有些擔心 就是市場 會不會出得太厲害 甚至乎是否好像 破不了位 甚至上不了去 要沽貨 但另一件事 就不要忘記 就是市場 由過去 12月開始 都可以炒那個復償概念 之前和大家分享過 我也有些擔心 復償概念 究竟 還會慘透到 因為 真的 你見內地疫情的狀況 令大家 有些害怕 害怕 是要害怕 像現在這樣說 可能你要出去玩 出外 開車很多地方 都可能要你檢測 甚至像日本 這些限制 這些 反映我們 的疫情 可能真的很嚴峻 從而 真的可能你說 復償之路 就不是那麼容易走 可能比預期中 可能要再 要的時間 多了 所以 復償股 就有些比較顯著的回調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你到下年的時間 即是某程度上 都是翻炒到翻炒 之前打算走貨的原因 是因為 覺得可能 有些股份 有些回落 甚至乎 和之前 復償的情況 有些落差 就打算走這些貨 最後當然 我換了馬 跟大家分享過 但是 沒有特別沽貨 現在變成 有些貨 過這個 假期 下年年初的時間 可能再看情況 再部署一下 但是 大家如果 有些股份 你不是那些 即是那些 很炒味的那些 即是 你以為是很炒味 即是 教育股那些 那些我覺得 不是那些 教育股那些 其實有些 真的 過了貨 你不是拿著那些 的話 那些 就是復償股概念那些 我又覺得不太擔心 你見到今天的時間 其實 這些板塊 這些股份 都有些資金 是在吸引他 即是有些資金 在吸引他 所以 不需要 太擔心 Winston 但是 看看這一兩日 或者這三個假期 看看有沒有更多消息 有的話 我覺得 還會升 不過 到那一刻 開始 恢復復常的時間 真的 假設 8號 真的 可能是通關 看看 到時 那一刻 湧入香港 甚至要看看 香港的情況 我想 這件事 大家 拿著復常類版塊 就慢慢看 NY 有個提議 即是 那一年總結 不如說一下自己 自己的 計劃 有些什麼 可能買錯 買中的 我和大家 分享一下 我 其實 真的無所謂 我想 我一向 大家都知道 在我的頻道 都知道 其實我一向 所有的 賣物很公開 所以 沒有 整個 報告給大家看 但是 我有時候 做一些 部署 都和大家分享 所以 你說 有些什麼股份差 什麼股份好 都知道 但我真的 不介意和大家 聊這個問題 雖然 我家其實很過癮 不過我真的 無所謂 但在聊之前 我想回到一位 朋友留言 Miss 昨天 我昨天說 我好像 可以做節目 那樣 有個誤解 其實 做節目 大家可能會覺得 做節目有錢袋 其實不是的 做節目 不是每個節目 有錢袋 是有個別的 例如 晚上的節目 夜晚那些 有些叫做 居馬費 但是 不會多的 你不會想著 做節目有很多錢 其實沒有很多錢 不過 對於我來說 現在 變得很有興趣 我真的 當成 和大家 聊聊天 分享一下 我覺得 OK 開心 如果以前的時間 可能最開始的時間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 做這行 兼且 要說不多話 我本身 個人 不是這樣 我本身 都是 你當我是 那些 什麼 又不是獨男的 哈哈 但那些是 寧願自己躲起來 自己去玩 那些人 我沒有什麼 很好的朋友 但是 我不會很社交 那些 但是 就是 是 喜歡研究 但是 到現在 反而 突然 研究完之後 想和大家分享 所以就變成 是 純粹分享 我喜歡和別人分享 這件事 是的 所以就變成 不關此 不關事 是真的 分享 還有 因為 我自己是有些 有詞 很有趣的 因為有些朋友 叫我幫忙 就像昨天的時間 有很多 朋友說 幫我仗義幫忙幫忙 有些人 甚至乎 有人沒有空幫忙 我沒有所謂 尤其是 星期晚上 今天看的那個節目 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很喜歡做這個節目 如果今晚我這麼多節目 我最喜歡做哪一個 是 今天看的那個節目 19點半 因為 他真的要用很多功夫 很多精神去做 而且 因為監製又知道 我喜歡研究 通常 通常 我做那一節 他都會拿一些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是 通常我覺得 其他東西沒所謂 對於我來說 其他東西 甚至乎 有些東西 我不懂 才有挑戰性 因為做我這一行 我覺得 到某些時候 到某些時間 因為很多事情 可能你每天都對著那些 其實你說悶不悶 有時候都會覺得悶 但是 有時候有些新的衝擊 又或者甚至乎 你有些新的東西 你不懂得去研究 那 變成有些趣味 那 這個就是 我做這一行 或者是 為什麼 你不覺得 好像挺好玩 已經可以了 那個原因 那 好了 開股了 和NYShare 今年最好 和最差的股份 先說 最差 如果你是 今年 投資最差的股份 應該都 離不開 都是 Partland 其實Partland 是我拿到現在 即1263 我拿著它 跌了差不多 五六成 那 最差的了 其次 其實你說 新特令元 都是差的 可以跌到三成幾 那 其他股份 其實 我想 如果近來 差的可能是 一、三包 又大賺 要暫時到洩 接著就是 哪一隻呢 之前買的那隻 先 1970 又是賺少了 但也不是差的 現在是賺少了 現在我穿 我穿 我穿 最後一隻 如果這樣算 就是 媽媽 三 但是媽媽 情況有點不同 媽媽三 我當它是 核心持股 因為 我也是那句 又是那句 秋水速力 我看好這個 這個範疇 而且 因為媽媽三 之前的時間 你可以說它真的 上一年 今年年初 即是大撇帳 將我的東西大幅減值 我覺得 其實它的業務發展 即是它的健康發展 之後 再加上 最近 它有大股東增資 我覺得 它所有的舉動 對於它的發展 是有幫助的 所以 媽媽三 我就不當它是 差的 雖然 因為我比較重貨 所以跌跌跌跌 都差很遠 但整體來說 其實我今年 如果說港股那邊 港股那邊 港股那邊 我當我倒退 即是輸 我虧損3.5% 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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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算是還得神諾 如果你是用回 我最 我輸最多的時間 差不多輸良成 現在 最後輸3.5% 我覺得 真的是這樣 那 至於好的股份 今年其實多 賺的最多 應該是 東方海外 東方海外 真是賺得多 即是彌補回輸 另外 就是泰股那兩隻 即是泰股A 泰股B 雖然那些 持貨不多 但它的賺幅 你從年初至今去計 泰股A 都升了差不多五六成 一直持貨幅 另外 有八百三 八百三 也是OK的 另外 最近買的股份 我跟大家分享過 那隻 那隻 242 即是信德 其實賣入交給我 現在的價比 都有錢賺的 另外就是 那隻 525 那隻 港深鐵路 那 港深鐵路 另外就是 242 以及1970 這些 又是復常概念 我會先拿 而最深刻那隻 是1373 現在就差一兩格 其實又不多 那些又算了 我又覺得 1373 我是當作一些 防疫概念 再加上 就是 修飾概念 其他的股份 大致上 都沒有什麼 不知道有沒有 港漏呢 如果有些港漏 Kate NY 如果有些港漏 提醒我 我再補充 好嗎 至於美股那邊 其實 煤炭股那隻AR stage 是可以的 收取赤色 可以的 Costco 是近日 因為 業績指標差 但是Costco 我也是核心股股 不管它 TSM Microsoft 這些 其實都會表現是差的 即是如果 那些美股的 目標 我今年輸成3乘2 不少 輸一多 但是 美股的目標本身 佔比不大 所以 所以 對 影響有限 不過 我覺得 那些股份 是可以拿的 因為之前 有兩隻 ETF WEAT 和CANE 有些東西 更改 搞得我要先沽了 那 我現在 要把錢拿出來 我會再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買 我會再買東西 不過我在想 可不可以等機會買Apple 又或者再增持 這個TSM 但是 TSM 我覺得還未跌足 如果以一些 半導體 的航程去看的話 我覺得還未跌足 所以 可能 我有機會先買蘋果 蘋果 我覺得 怎樣也好 蘋果有個譜 我覺得 我會考慮買它 但是港股這邊 我暫時 拿著那些東西 就會暗冰不動 暫時 暫時都不動它 可能會加東西 但是 加哪一飯 就 暫時 都沒有一心碎 沒有一心碎 那 對 也有很多想法 想買的 但是 因為 資金所限 也要 再想想 大致上 是 這樣 這個就是我本身的 抱負的情況 不知道有沒有說漏 如果說漏的話 真的 NY 你提醒我 看看怎樣 因為我之前也說了很多 你也應該 聽過我 不少 所以 看看情況如何 最後 還有 9-5-6 其實9-6 今早上有些時間 再研究 也是初步研究 因為我還要看大恐報告 甚至乎再分析一下 我打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 初步 因為他其實做一些 風 光復 燃氣發電 某程度上 都是吃正 現在的潮流 即是 假設在我們方面 又再獲得環保 那些東西 那是OK的 不過 說數目方面 真的要再觀察一下 我想要再給我之前研究一下 所以 就變了 給我一點時間 再去做一些功課 2-3-8-0 就 慘味濃 這些 一向都是很聰明的 股份 那 就是看情況 我想有幾樣東西 看看 那些 那些 消息 那些 簽定的協議 那些消息 有沒有主資概念 這些東西 那 我想 暫時今天就是 這麼多 因為都好像 沒有特別的事情 特別特別的事情 好像 大家可能在聊一下 不過 反過來 如果大家 還有問題 都不妨 留言給我 我會再和大家 再 參詳一下 又或者因為 下一次 六年拍這段影片 是年初 即是下年 2023年的時間 那 大家其實有什麼股份 想研究一下 甚至覺得 這個股份 是好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也不怕 留言給我 因為 其實有時候 是要集思廣益 要大家 不斷想多些事情 才能再研究一下 那 我想會好一點 其實 其實我有點享受 跟大家分享這些事情 因為 當大家知道一下 又可能給大家一些意見 那 對 最後 也跟大家說一聲 真的 2023年 新一年開始 希望大家 今 2023年 都可以賺個盆滿 半滿 身體健康 最重要 都是開開心心 那我就好了 好了 今天就 先說到這裡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 2023年再見 拜拜